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来到童话故事会 寂居蟹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是一种会自己背着房子到处跑的小螃蟹 可如果人类成了寂居在别的动物身上的物种 它们又该如何自处呢 漫天黄沙中,一只巨大的山龙走了出来 它发出的叫声仿佛能够将这个世界低动山摇 可显然它明显体力不知了 它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就在它倒地的那一刻 从它的身体竟然爬出了一个人 然后就是一个又一个 它们是寄居在山龙身上的人类 可还没等它们全部站起来 巨龙就爬了起来 然后再次跌倒 这带给人们的是又一次灾难 一时间地动山摇 仿佛地震了一般 人们赶快躲避了起来 终于,山龙一动不动地爬在了地上 人们从山谷中向着有光的地方走了出来 而路途中 它们竟然遇到了最危险的敌人 皮虫 皮虫想要吃掉它们 幸好它们中间有个大汗身强体重 这才成功地走了出来 而当它们走到山龙的背上 向下眺望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成群结队的人 排着队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而山龙的眼睛 仿佛死不瞑目一般地 看着人类眼去的背影 是的 它们要穿越重重规险 去找新的继续地 当它们终于辛苦地 爬上了一个山坡 它们终于觉得自己安全了 而当那个山坡站了起来 我们才可以看到 这确实是一只新的山龙 人们会在这里生活下去 而当它们生活的环境 不适宜居住的时候 它们会再次寻找新的继续地 这就像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大地是一只不会吼叫的洪水猛兽 可所谓的天灾 可不就是大地给我们的惩罚吗 如果真的有一天大地死去 那我们人类还能找到新的继续地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留言评论者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